一周一书 永不服输 有书有盈 无焉无悔 请给我七分钟看我为你精读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颜昌川 你们可以叫Yang或者是自配老人 这是我们2020年读诗戏计划 第47次的播出 我们这个礼拜所写的书目叫做 真元一 这是杨定一先生 专为一般民众所写的一本有关 身心灵整合一晃一写的书 真元一 其实他真正的原意就是 真正原本的医学 所以叫做真元一 是整合医学知识跟养生之道 所以号称是21世纪最完整的一防医学 杨定一先生他是主张 现代人必须全方位的改变生活 追求平衡的生活模式 才能恢复健康 所以这一句话里面 其实有三个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是全方位 所以不管是传统 非传统 东方 西方 神学 神秘的宗教等等 这些古今中外的各种方法 只要能真正发挥成效的医学 都应该用开放的态度来追求 平衡是指追求饮食 运动 呼吸 思想跟情绪的平衡 健康 那就是从生活中 每一件事情做起 讲究身心灵的整体疗异 现代人必须彻底的转变信念 要常说谢谢 是回到快乐最踏实的方法 要能够充分感恩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健康 最后笃信 慈悲是宇宙最大的疗异力量 今天这位作者 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杨定一先生 他目前是现任的长庚大写董事长 还有长庚生物科技董事长 增援心科学及医学研究中心的创办人 他曾经担任洛克菲勒大写 分子免疫及细胞生物学系的主任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的 自信委员 他1996年获颁美国自由审奖章 并列入美国国会记录 所以从他身上 我觉得可以有三个观念 值得我们来活用 第一个是天才中的天才 杨定一五岁 他就会问母亲人为什么活着 12岁就决定未来要走向医学的研究 19岁就已经取得巴西尼亚医学院的第一个医学博士后 他就随着父亲从巴西移籍到美国去深造 21岁就取得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写 庚内尔医学院生化医学双博士 所以前台大校长杨毅成先生只能赞叹 真的是天才中的天才 第二个是科学的先行者 杨定一先生已21岁的时候 发现砂索细胞可以消灭癌细胞 并大胆地在国际会议中发表这个概念 引起各方的争议 大家要视健康为己任 追求全方面的平衡健康生活 不厌其反地强调 心念转变才是预防的第一步 那转念才能够生活在和谐跟均情中 执念是最大的心脏 所以主张转念重以执念 自在看待无常 虽生死红尘 心不染尘埃 以上这三个观念 希望能够协助大家 对杨定一先生有进一步的认识 这一本《真言一》 它是2012年1月出版 杨定一先生身为杰出的医学研究者跟医生 他提出一套身心灵整合预防医学 来分享一些现代人所需要的 健康跟生活的概念 所以我仔细读了这本诗之后 发现有以下这三个终点 值得我们来学习 第一个是身体健康 所以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已 还要能够掌控正负面影响因素 来改善恶性体质 而且要切之偏离最佳状况有多元 所以有了最佳健康的客观标准 就可以重新定义一访一血 所以一般民众也能自我评估 以建立全新的保健观念 第二个学习重点是重新出发 心脏是人体中最强的生物震荡器 心跳速力会反映出健康的转换跟弹性 也是身心灵间的平衡测试 借心灵改造及调整呼吸 可以取得同步性跟合一性 那心是包括心灵和头脑 也是智慧跟道德的源头 所以一切归心重新触发 第三点是灵性修为 孩子是生命的延续 我们对灵性修为 互有更大的责任 期望成为一个完整正向快乐 跟奉献人生观的个体 经典朗读是最轻松一页的写习方式 经典比如说佛经圣经 道德经 轮椅 唐诗 莎士比亚等等都算 可增加孩童的文学跟数学能力 还有注意力跟定力 来解决一些血洗的障碍 以上这三点是我们这本书的整个重点 那疾病的病征 其实显示出身心灵在更深层次 出现不和谐的现象 所以只要内心彻底转变 就能做到统一的状态 也就是真言一的最根本核心 以上是本周的写起重点 如果要我浓缩成一计划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从小就应该要有 这样的一个概念 仅以身心灵的全人教义 来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目标 OK 再见 拜拜